现在是凌晨五点多 但是这里却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伍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跟上他们去看看吧 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村民们也已经搭起了临时的住所 有这种简单款的帆布帐篷 也有升级版的采钢房 那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答案揭晓小新现在是跟着这些村民们一起来挖虫草 那么这里是西藏山南市加查县 也是小新的老家哦 小新小时候也会跟着父母一起来挖虫草 那么我们猜猜小新找到第一根虫草 需要花多长时间 哇小新的运气太好了 一下子就找到两根虫草 考好大家的眼力 虫草就在镜头里 看到了吗 这个像树枝一样的就是虫草 这么小的虫草在这么大的山里 可想而知找虫草的难度 虫草呢并不是遍地多有 有经验的村民就像自带虫草扫描器 靠眼力 精力和耐心 可以收获不少虫草 而出色上山的新手可没有这么顺利 现在小新干饭的时间到了 这是今天小新的饭 虽然很简单 但是在挖虫草的路上 还是少不了这个热糊糊的苏油厂 下山了 前面就是我们的零食住所 虽然今天小新不到半个小时 就挖到两根虫草 但这也是今天仅有的收获 夜幕葬礼 村民聚集在一片空地上 宁静的山谷里传来优扬的藏族民歌 围着熊熊的歌火 踏着歌声跳起了锅庄 每年4月底到6月底 周边同梦里来到 这座海拔4900米的高山上 远离城市的喧嚣 与雪山草流为伴 寻找雪域高远独有的馈赠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